同樣也是個文電欄的消息 我們的風衝已竄豬出生地 從現在開始 在六港訂立導師的文章心 電視一千多人 正在竄豬的竄豬 頭過竟然帶鄉親來去欣賞 泄水鹽的竄豬 可以變化出無憾出味的座學 作品有飾品 立體雕塑 動物玩偶典運用 加上很多作品 都需要一山九地 南都儘管的製作過程 也來科研中 創出學員的耐心跟講料 要堅持 堅持 堅持這一塊就是 你從頭到尾 我們去把一個作品的完成 然後會因人而異 然後我們不只他的技巧上 也是心理上 也是給他們一個輔導 說怎麼去完成一件作品 然後怎麼把群序 讓他們書法 這也是一個心理治療的一個方式 六港町中竟然參觀完這些串豬作品 以後感受到作品 相當的新聞 寫菜 也來翻譚對串豬的傳統看法 串豬是一門協問 然後也是一門的藝術 串豬很辛苦 但是要靜下心來 那剛才我有看的這些作品 每個作品都有它 非常 因為我指的一個那一種展現 一些作品的作料非常非常漂亮 作品在做非常的不簡單 我看到他們在穿 可以說一條線 然後在竹子一刻一刻在它穿過去 本來是這樣 它又有的鞍 又有這個形狀出來 有出來的東西非常漂亮 千萬驚的竄豬作品 就電視在六港導師的文章心 讓民眾自由參觀 希望去英國更多人 可以作回導立竄豬創作 大中華新聞 林君六港 蔡鳳報道